各位乡亲大家好 今天我们先说一下唐山地震的事 因为唐山地震对中国人的印象太深刻了 也可是至今中国近代历史上 就是伤亡人数最多的 关于唐山地震的这些数字 今天还没有准确的说法 因为中国的很多数字我们都不能信 以唐山大地震当时这个惨烈程度 以唐山城市建设当时的防震抗震水平 应该讲就是外界估计 唐山地震应该死了差不多四十几万到五十万左右 就是死亡的 加上严重伤害的 然后残废的应该差不多唐山正常的 就是幸存下的人口应该不是太多 但唐山在震前的时候应该有一百万左右 唐山地震 它除了从自来灾 灾汉这个角度 给中国人给世界也很大的触动 另外那很关键的 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 发生了一个转折点的一年 在唐山地震发生之后 没多长时间 老毛就挂掉了 因为老毛这个人 他其实挺迷信的 因为我们上期节目都讲到过 激临陨石下降 老毛那年对陨石下降是耕耕于怀 直到老天爷要来收他了 作恶多端 不管你蹦打得多厉害 差点的蹦到天上去了 把自己塑造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神 结果真神出手 要给他警告 到唐山地震 这个消息报进中南海之后 老毛基本上就明白了 要搞屁了 之后呢 就是中国 就是中共执政历史 上最大的劫难 就是文革 被称为人间浩劫 就在那一年结束了 所以文革呢 起源于一场地震 就1966年 邢台大地震 然后呢 终结于1976年 唐山大地震 邢台大地震呢 是中国啊 近代以来研究地震的啊 开始啊 用邢台地震之后 那就是 因为地震啊 对统治者的这个触动啊 它是 很厉害的 因为地动 山摇嘛 就是统治基础 不稳了 也是上天示警 所以当上 邢台地震之后啊 就是 周恩来啊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是隐藏在啊 这个中共的历史里的啊 就是最善于表演的啊 就是一个天下第一号建种啊 就是太监 文革呀 没有他啊 老毛卢没有他 中共啊 做不了这么大的恶 这个 这个周恩来啊 就指示要 一定要研究地震 就是从科学上研究他 他其实有心里有一个 有个潜台词啊 就是说 地震是个科学的事啊 我们一定要 解决地震的这个预报问题 其实他是 想回避啊 地震 这种天降 这种灾祸 对 这个 当朝执政的 对他们的一个冲击 因为老百姓 老百姓啊 他 就不免啊 产生一些想法啊 觉得你这个 就可能说 有问题啊 得罪老天爷了 怎么样啊 就上天示警 所以 星台地震 那之后 就是 经过长期的这个研究 其实中共啊 还是 有一点突破 在预报地震方面 就说 我们 众所周知的 就是唐山地震呢 其实也是被 预测出来的 并且呢 当时的震级 地震的这个 地点 时间 就地震预报 三要素 当时都是很精确的 就是因为中国 那年这个文革啊 造成那种 完全的这种混乱 所以 当时被预测出来的地震 也没有起到作用 所以唐山地震 如期发生 老百姓没有得到 任何的这个警告 结果造成 这么大的人员的损失 它也是中共的 这个罪恶的一笔啊 中共作恶 它是在各个方面的 就是唐山地震 也要是 这个 这个死人啊 还是要算到 中共的这个头上 今天 唐山地震 对大家的这个 心理上的 这个冲击啊 我相信还是 比较明显的 因为唐山给中国人 太深刻的这个印象了 这次唐山地震 它天津和北京的震感 还是比较明显的 再次之前12月的3号 湛安口的这个淮安县 11点 先后 差十几分钟 先后两次地震 142.9 143.4级 唐山这次呢 是4.5级 前几天啊 我们给大家讲预言 讲预言啊 其实我是 很少整天这个 给大家讲这个 这些预言的这些事啊 因为很多事 不能明说啊 拐着弯的啊 给大家讲 那有希望有信任 有所触动 你看唐山地震 这次这个时间点啊 它就是 这个5号 8点 2分 5号8点2分 大家看我左边这个图啊 就是讲 龙泉舰的啊 讲四活物的 讲四柱 讲四柱 就是这个 三个黄颜色的 就5点 5号8点2分 然后 最后凑这个 11 11这是红色的 这次 淮安呢 淮安地震 就是11点 在11点发生的 发生两次 另外大家也得看我这个图啊 这个图是前几天啊 我给大家解释 我这个预言啊 就是关于这个宝剑篇 讲中国啊 历史啊 隐藏了一把宝剑 这把宝剑是反抗专制啊 诛灭暴君的啊 这把剑就是造反的啊 造反这个武器 在中国历史上啊 有这么一把剑 并且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画了一个图啊 指出这把剑的这个 这个走向 之前对应的啊 之前对应的 给大家讲 今天的时间关系啊 我们是 这个简命额要 大家看这个剑尖啊 给大家画的这个剑尖 这个剑尖的位置啊 就是12月3号 淮安啊 淮安地震的这个地方 淮安地震的地方 这正好是 就是114度啊 55分 就在这个剑啊 剑背上啊 就中间这个写槽 我们知道 他知道这个宝剑啊 就在这个楞上 就在这个楞上 这个正好 就在这个尖上啊 这个是比较精确的啊 就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 那个谷歌地图 就在这啊 发生这个两次地震 然后这把剑呢 我们知道啊 这把剑 它指着子午线啊 指着子午线 就是阳光啊 叫太阳光 扫出一些黑暗的 这把剑最后的 归宿啊 就是福建的这个南平 大家知道 双剑啊 在这河壁 化为龙 这个南平呢 就是118度 118度 就是今天唐山地震的 这个京度 118度 北约39度 这道 这道线啊 39度是北京的京卫度 北京正东 118度 在这儿 这唐山地震 这把剑说明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 什么叫精确呢 这把剑的这个 这个剑日啊 这个剑日下来 大家看啊 就是往下看啊 就我在这儿 画了红圈 住了一下这个 这个点就梅县 梅县是什么地儿 梅县是叶剑英的 这个老家 我们讲这个 这把剑 它有一个密码啊 就剑出世啊 有一个密码 就是这个 出户望南山 松生时尚 剑在其背 剑在其背 其实它这个密码指的是 这个四柱啊 这个剑在这个柱子上 四柱对应啊 就是 就是经线穿越 就是剑啊 这个中国建筑啊 中国一个 呃 一个称呼啊 叫把房子的这个四柱 四面墙啊 叫分别 比方说南墙啊 叫做这个南山啊 北墙叫做北山 西墙西山 东墙东山 出户望南山啊 它只跟这个建筑有关 所以剑在其背 松生时尚啊 剑在其背 就是这个剑在柱子里 大家想这个剑在柱子里啊 一个房屋 我们知道 这起码你四根柱子啊 就是这个 呃 组成一个方的房间啊 盖房子啊 四柱啊 就四山啊 东南西北 要稳定 这个剑在其背 要把这个剑拿出来 啊 要拆掉这个柱子 拆掉柱子 怎么看 会防倒污塌 这就是要 要震动的啊 要是要震 要产生这个震动的 另外很多 朋友可能不知道啊 这个唐山地震 和邢台地震之间的关系啊 其实邢台这个地方 就邢台地震的震中啊 就在今天的河北的这个龙瑶 巨路交界这个地方 还有北边这个宁静 因为邢台地震是一系列的地震 不只是一次地震 它是一系列的地震 这个地方啊 就是龙瑶这一片 你看这个地方之前叫做这个 也叫做这个 有段时间叫做唐山 也叫做唐山 十年之后啊 六六年之后 十年之后 七六年 有唐山地震 都是有 都是有密切的这个关联的啊 就是 动乱的这个结束和开始啊 都是跟地震 有相当密切的这个 这个关系啊 最近这个形势啊 大家知道 中共中国这个专制这个大厦呀 已经开始出现防导物 它这个症状了 我们从去年就给大家讲啊 就是这个中共这个大厦 这个专制这个大厦 每根柱子啊 都开始在崩塌 那时候给大家讲 我说我能听 我们能听见 这个专制大厦的柱子 在折断 在崩塌 那个声音啊 其实是很恐怖的 就今天的这个对应啊 就是希望你朋友 就是有心人啊 你还是说 要 要做一番啊 做一番思考啊 我一直在讲 我这个节目是给 说给有心人听的 这个历史的这个见斩啊 我们说 人类这个历史的见斩 你觉得 这是人的这个事 人的这个事 是人自己决定的 其实呢 它也是自然界的 这个我们叫天地三界 运行的一部分 人类的历史啊 也是物理上讲 就粒子运行的这个轨迹 这个粒子的运行轨迹啊 它它一定是受到 这个自然法则的 这个驱使啊 受自然法则的 这个束缚和限制 你不可能做 违反自然法则的事 你要想人心啊 你要想做 违反自然法则的事 那你一定会被 这个自然法则所惩罚 是吧 古往今来 大家知道 中国古代 尤其很多这个传说的故事啊 就是 比方说新的这个 我们叫巡查御史啊 那时候叫八幅巡啊 其实很少有 有有有 有这样的这个 这个历史上 真不是这样讲的啊 它又叫巡暗史 或者叫 叫叫御史 那个巡查地方啊 叫平反冤狱 走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看见这个 黑气冲天啊 或者地方这个大汉啊 或者老是闹灾 这都是有冤气 有冤气呢 就是不平啊 就是人间不平事 叫做冤气 箭是干什么呢 箭是就是 大抱不平的啊 就是这个 替天行道的 所以这个箭的出事 它一定是对应 中国这块 大陆上 发生了太多的人间不平事 真正叫冤气冲天 这个冤气 这个怨念啊 它其实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力 它确实能产生啊 对天 对地啊 对三界的这个 这个触动 所以历史的向前进 大家不要紧紧的看这个人 人世间啊 这个朝代的更替 它也是对应着这个天灾 对应地震 对应着气候 这就叫天人相应 这个天人相应啊 大家不要以为 就只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个 一个这个 怎么讲 就违心 违心的话语 违心的一个结论 其实不是 它是 就是近代科学观测 科学的研究啊 是证实了的 就是人 这个意念 它是会对自然界 会对有形之物啊 就实体的这个物质 会产生影响的 我们就即使不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人类 人类世界啊 你要说 大家没有不平视 大家都和和平平的 和和气气的 是吧 你过你的日子 我过我的日子啊 就中国古代的 这回家 老子讲的啊 就是小国寡民 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日子是 大家都可以过啊 你别老想着 这个欺负别人 搞什么大一统啊 就是尤其像中共啊 就是这个 搞这种大一统啊 把人不论从地域上啊 还是从人的就各行各业啊 没有中共不插手的事儿 就像我们最近是 讲中共政治局开会啊 要搞这个 党的基层组织啊 叫党政机关 还要党的基层组织要控制 还要把这个企业的控制起来 再加上这个农村社区 我看今天又出台什么 最高检要出台什么法律 城市治理啊 就城市的治理 要鼓励人出来举报 举报 举报就是 现在就是奖 直接给奖金 发钱 鼓动 所有老百姓出来 这个举报 因为我昨天 我前天刚给大家讲啊 就是中共 它这个的文革 这个那个策略 就是鼓动人 互相举报 互相出卖 你互相举报 互相出卖 可能真正去举报的 这个出卖的人并不多 但是它会造成一个广泛的恐惧 所有人都害怕了 你谁都不敢相信了 你怀疑这个人会举报 你怀疑那个人会举报你 大家彼此之间就是怀疑 仇视的这个态度 中共 他们才能稳定下来 所以大家看啊 中共他 在他末世的时候 他一定会 叫什么 叫重蹈覆辙 就顾忌重演 他要再次挑起 整个中国老百姓之间 互相的这个出卖 出卖和陷害 中共他才能 有可能勾演残喘 就有可能 就是减缓 他们末日面临的这个 这个压力 这个立体的这个压力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什么叫天人相应呢 你中共你这样 把这个心眼 用尽了 就是觉得 把这个算计啊 把所有人都算计到了 但其实呢 最后还是说 人算不如天算 你算计的越多 做的恶越多 遭到这个自然法则 这个 这个这个反击啊 越厉害 越厉害 这唐山地震 这次唐山地震 尽管它是4.5级 有的有 外面我看说是4.7级 因为中共老回避 这个4期这个数 咱们不管他内心 有多么多么惶恐了 因为这些都是征兆 这都是预兆 我给大家讲的就是 让大家所有人都要理解 这个秘密啊 要给大家一个 看破秘密的 那个眼镜 是吧 就像你红外线眼镜一样 你可以看到 隐藏在黑暗里的那些东西 其实 我今天这个视频 这个图 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什么叫做对应 什么叫做对应 这把剑 这把以天剑 是干什么用的 是不是要出事 要到出事的时候了 要伸张正义 给所有中国人受到迫害 受到冤屈 要给大家主持公道 最近发生的这些很多事 它都是 我们讲都是对应的 我的预言 一般给大家讲 都是叫天人相应的 我和我上期 上次做那个预言 预言孟晚舟的事件 我那个图的 一件三文雷 给大家讲了 就是当时也对应了 一系列的这个地震 因为地震呢 就是自然界 这个板块的这个力量 就板块的这个力量 我们还得说到 我们都有信任 你都能看到 中国这个专制大厦 这个柱子在 在折断 柱子在折断 这个专制大厦就要倒了 叫树倒 湖村散了 那些 那些那个有心人啊 我们包括 其实包括体制内的 尤其这些搞情报的人员 搞特工的 他们是掌握最精确的 就这些信息的 最全面的这个信息的 所以这些特工的叛逃 你看这个向心 和这个王立强 现在越多的看出来了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它是个计划中的事 就显示出 整个显示出 这是个链条式的运作 就是五眼联盟 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 在操作这件事 向心去台湾 也不是这么简单 也不是这么简单 现在美国国会 这个 出面就证实了 向心 跟他这个 跟他这个老婆啊 是主动要求留在台湾的 但是不是 主动的去的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 都没有必要把他 一定要确定的 就是到底是主动去的 投诚去的呢 还是去出事之后 扣在那了呢 或者怎么样 大家不要想这个 也就是说 这些情报人员 尤其这些高层的情报人员 他对中共的底码 这个家底掌握是最清楚的 就大家看中国 尽管还是很庞大 最近中国还造了很多数据出来 从什么经理人指数 什么工业制造啊 都在回升 那怎么可能啊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 百业凋敝的时候 还还增长 造这些数 有他妈的什么意义啊 就除了骗自己 整个 向心这些这些这些间谍 其实他们也没干什么 说白天 斯坦军事情报 搞人员 我觉得那个事 都是都是其次的 他们主要是搞什么 主要是搞舆论的 其实我的讲 他们都有大股毛 或者超级五毛的一个问题 他他就是 就像洗脑 搞信息战 搞欺骗 搞虚张声势 搞这个东西的 就不是搞分裂 搅扰人的 人的这个思维的 但现在看 不管用啊 不管用了 整个这个 大外宣扬 包括这套东西啊 这个离间这东西 都已经失效了 就是 向心他们 这些 这些干脏活的人 他尤其知道 不行了 就所有的这些招数 都不管用的啊 就说我们一旦讲 美国在觉醒 这个到处的人 在觉醒啊 最近 你看美国发起这个 对对中共的这个反击之后啊 现在 尽管缓慢 但是最近能感觉到 这个步伐在加快啊 就是日本的这个安倍 明显就是我们要 我们日本要为自由而战 是吧 美国也在讲 我们要为自由而战 澳大利亚啊 这个 包括这个英国 荷兰 全世界都在搞这个 所以中共的末日 中共自己人 比任何人都明白 他的末日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就是天人相应 我给大家今天讲 讲这个意思 就是大家明白啊 那明白 一切都是注定的啊 不是唯心的东西 它都是事实存在的东西 天人相应啊 三界感应 是 是一个物理法则啊 他可以用一个计算公式来计算 所以他就会精确的发生的 我们叫三个坐标啊 就坐标点 时间坐标 地理坐标 和人的这个名字 都是锁定的 就所以叫天人相应 我们说这个专制这把剑啊 就是反抗专制这把剑 给大家另外再讲 就是中国的王字啊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这把剑啊 它是杀掉王的啊 就暴虐的这个王的 这个王 大家知道三横一竖啊 孔子讲的就是一贯三为王 就通三才者为王 就是这三横啊 就代表天地人 就是中间这一树 就连通三界 就是连通三界 就是这把剑 就这把剑 就是精度维度 就这把剑 现在这把剑的出事 一定是三界感应的 一定是三界感应的 这就是剧本 就这个这种东西 这种解读 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 那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因为它有时间 有地点 有人名 都可以对应 这个图啊 就是大家看 这还不到最后的时候啊 这里边这些树啊 这些精度维度 这个标示 它还会对应更多的时事 都不需要太远 因为我今天下午呢 一直在 在想着给大家讲 讲这关于这个地震的这些这些事啊 对应的这些事啊 因为它画图在这过程中 本来原来想做个复杂点的PPT 后来还太费事了 太费事了 后来就正准备做这个 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啊 就我这儿啊 就我住的这个 住的这个城市 叫布雷亚 布雷亚地震了啊 三地二级啊 就是震中就在这儿 就在我琢磨着 给大家讲这个地震的时候 所以什么叫感应呢 这就是感应 这就是感应 所以 比如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 118度 117度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 西京的这个118度 117度 就在这个地方 那朋友们应该都明白了啊 什么叫做感应 什么叫做必然啊 中共的这个崩塌 它是不是一种 必然 不是说我们 我们违心的啊 我们就希望中国倒 它就会倒 不是的 它是自然法则 都是力 都是力学 到最后都是力学 地震就是板块运动 板块呢 知道就像弓一样 就是 这个弓呢 就是板块之间挤压 硬力紧张 到最后破裂 板块之间产生错动 是地震的这个根源 所以这个世界 尽管 就是 大家觉得很 世界很大 地球很小 世界很大 但是它总是 会在数字上反映出来 大家明白这些数 知道什么叫做必然之后 每个人才 真正的拥有了这把 维护你自己权力的 这个这把剑 杀掉专制之主 杀掉暴虐那些君王 因为你自己就是 就是王 我一旦给大家讲 每个人都是王 每个人都是神 你要有王 你要有那 就应该拥有那把 王者之剑 你有这把剑 你才能当那个王 好 今天就到这 我希望有心的朋友 把这个图 你可以做个截屏 也可以试着 把解读一下 最近会发生很多事 都跟这个图有关系 也就是我大家做那个预言 云剑 最后落在这把剑上 谢谢大家